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九座以下车辆可以在这条道上行驶 而且车上要是少于两人是违反交规的 所以车主们一个人开车时不予方便就开上这条HOV车道 到时候被扣分罚款就得不偿失了 第二种情况是新手司机上高速 刚拿到驾照是司机都有一年的实习期 实习期间是不能单独开车上高速的 有些车主拿到驾照买了新车 就想上高速开车回家过年 要是实习期内上高速被查到是要罚款的 除非副驾驶卫上坐着三年假龄以上的老司机 所以车主们为了能回家过个好年 最好还是遵守一下交通规则 只有安全到家才是父母最开心的事 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 请在下方留言评论 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别忘点下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